高雄凌园在昨天下午有公车司机跟乘客爆发冲突 可以看到当时公车司机是把公车停在路边 跟车内的一名富人起争执 根据目击者表示 原来是富人把自己的东西就放在紧急出口 司机提醒好几次 富人却完全不甩 一气之下 司机才会停下车标骂 就怕耽误到时间 其他乘客当场替富人道歉 这画面曝光也引起热议